你好 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一些人会把1945年充为零年 那理由很简单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就是在二战的废墟和经验上建立起来的 而1945年正是二战结束的年份 也有人会把欧洲的大航海时代 视为现代世界和全球化的起源 总之呢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人类历史进程是由无数个偶然的大事件串联起来的 说偶然啊 是因为如果没有希特勒 或者是哥伦布的出现 历史一定会有所不同 二战不见得会发生 那就算会发生 也不会在那个时间点 大航海时代啊 可能依然会开启 但欧洲人登陆每周可能要晚上很多年 那这能说明我们现在所处所见的世界 也是偶然的结果吗 随机事件尽管在我们的印象中啊 显得剧烈而重大 可实际上啊 它们对人类的总体进步而言 作用却较为有限 比如没有任何随机的历史 制度和文化发展 能够让远离水源的地方 形成古代大城市 或者在西伯利亚的寒冷森林内 开发出革命性的农业技术 所谓的偶然啊 其实只是巨大的必然轨迹下的随机事件 也就是说 哪怕没有希特勒和哥文布的出现 人类文明进程也会走到今天的样子 那么隐藏在偶然背后的必然是什么呢 了解这种必然的意义又何在呢 那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本书作者奥黛德·盖洛 是全球知名的增长经济学家 他在美国布朗大学 担任经济学讲座教授 那除了教学工作呀 盖洛还担任三家经济学重要刊物的主编 分别是经济增长杂志 人口经济学杂志和宏观经济动态 听闻盖洛的简历 我猜你会有些疑惑 一个增长经济学家 为何会对历史感兴趣呢 因为盖洛发现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 人类文明虽然在科技文化等方面持续进步 可人们的普遍生活水准却一直止步步前 比如说在3000多年前的巴比伦 日军工资相当于7公斤小麦 而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为13公斤左右 那再到工业革命前的西欧 阿姆斯特丹为10公斤小麦 巴黎为5公斤 那你看人们的工资水平虽然浮动不断 但幅度却不值一提 可这一潭死水般的情况啊 却因为工业革命发生了改变 那么工业革命是偶然吗 那这正是盖勒创作本书的起点 盖勒试图搞清楚世界是如何逃离停滞时代的 为什么过地逃离的时间先后有别 因为只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啊 人类文明就等于拿到了一份 获得美好未来的发展功率 很幸运啊 答案呢 还真就让他给找到了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分三部分内容来解读盖勒的发现 首先工业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吗 其次 有些国家富裕 有些国家贫穷 贫富差距的根源何在 最后 缩减贫富差距和对抗全球变暖的关键是什么 那好 这就先来看看工业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吗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得从生物领域说起 在紫外线辐射较强的地区啊 人群演化出防止有害阳光辐射的皮肤色素沉积 相反呢 在远离赤道受阳光照射较少的地区 导致皮肤颜色变浅的变异 则能帮助人体产生维生素地来额外获得生存优势 比如调节钙磷代谢促进骨骼生长的 适应环境啊 并不是人类的特殊能力 其他生物呢也同样能做到 否则啊 就根本无法存活 但其他生物啊 无法改变环境 只有人类能做到这一点 并且人类还能适应自己创造的新环境 指个例子 一些人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乳糖酶 用处啊 是消化乳糖 如果没有乳糖酶 可能就会出现腹痛 脏气和腹泻等消化不良的临床症状 医学上啊 称之为乳糖不耐受 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 时间人类只有在婴儿期才会产生这种物质 断奶后呢 当乳糖不再是食物的主要来源 乳糖酶活性就逐渐降低了 但是在大约六千到一半年前 西亚 欧洲和东非的人类都出现了变异 它们在成年后仍能持续产生乳糖酶 从而可以消化奶制品 这个变异为何会发生呢 对比时间线你会发现 那些地区的人类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驯化动物的 这是基因与文化在环境的推动下 共同演化的最好案例 正是这种方方面面的积累 让人类得以进入农业文明 当然了 身处工业文明的你呢 可能或多或少有点瞧不起农业文明 因为农业文明虽然大大提高了各地的人口密度 却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 这一点呢 确实不容否认 论据我在开头总已经说过 其实类似的观点在两个世纪前就有人提出 1798年 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就认为 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资源剩余的时候 生活水润提升都只是暂时现象 因为人口会随之激增进而消耗掉富裕的资源 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 后来啊 人们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不过呢 身处工业时代的我们会发现 马尔萨斯陷阱在工业革命后就失效了 很多人认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提升 击败了马尔萨斯陷阱 这种观点呢 不能说是错的 但也不够完善 在之后的第三部分内容中啊 我会对此做详细的分析 虽然工业革命历史超过任何人的一生 可这个时间跨多 若是放在整个人类史中去看 那就是一瞬的事了 所以很多人习惯分段看待文明发展史 那这肯定是不对的 要知道啊 在长达一万两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 人类数量增加了四百多倍 大约二十年前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 建立了创新和经济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的含义是啊 愁灭的人口能推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生产率 也就是说啊 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技术进步支撑更多的人口 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术进步 这个循环在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时间里 持续发挥作用 逐渐强化 最终让创新率达到了临界点 促生了工业革命 所以啊 让世界摆脱停滞时代的工业革命 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偶然 而是与之前的农业革命一样 是诸多历史因素不断积累的结果 但世界各地逃离停滞时代发生的时间不同 比如西欧国家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生活水准的显著提高 而亚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地区 则要等到20世纪下半夜 这种差别是如何出现的呢 在第二部分内容啊 我们就说说有些国家富裕 有些国家贫穷 那贫富差距的根源何在 很多人认为这是19世纪殖民主义扩张留下的后遗症 可问题是美国之前也是欧洲人的殖民地 现在却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那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对美洲历史稍有了解 就会知道美洲最早的中心地区定不是北美 而是墨西哥和秘鲁一带 也就是拉丁美洲 那里不仅矿产丰富 炎热湿润的气候 还有助于种植旌旗作物 但凡事都有利弊两面 这种躺平也能吃饱的地方 很容易诞生崛取性的政治制度 比如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的阿兹特库 就是个神权帝国 崛取性制度在殖民时代得到了延续 因为拉美地区的气候 不仅有利于经济作物生长 也利于很多致命性病菌的繁殖和传播 例如涅脊和黄药病党 通常来说 欧洲人不会大规模移民到 有高致命性疾病的殖民地 移居此类地区的多数欧洲人 属于统治精英 比如官员和军人 他们在那里短期服役 并建立剥削和奴役 奔土居民的制度 简单点说就是赚了钱就早 相反 北美地区寒冷的系统 虽然在当时不适合发展经济 但致命传染并较少 所以移居北美的大多数欧洲人 属于定居者 他们建立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进而吸引了更多的欧洲移民 我强调地理因素 并不是在为西方殖民者开脱 先天的地理条件阻碍了很多地区的发展 那这是事实 而殖民主义在19世纪的泛滥 进一步拉打了一些地区和另一些地区的差距 这同样是事实 不过听到这儿呢 你可不要以为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都是由地理因素导致的 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比如说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 这回咱们说个欧洲国家 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的经济情况就差别很大 以前年前呢 意大利南方受诺曼王朝的国王统治 他们推行封建经济秩序 同一时期的北方过程式 则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建立了拥有更多自由的民主制度 时至今日啊 意大利北方也更崇尚民主文化 南方大部分地区呢 则保留了封建秩序的制度影子 对黑手党支配 民主制度呢 更有利于积累 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 进而促进商贸活动和经济增长 其实啊 聊到历史 我们可以把历史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 然后会发现 另一个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 你应该也知道 智人啊 是在大约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的 后来随着人均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减少 智人在距近约6万到9万年前的时候 开始大规模走出非洲 他们先来到亚欧大陆 然后再进入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 科学研究发现 间隙人群的多样性水平 会随着与非洲的距离增加而下降 那简单说啊 就是亚欧大陆的人口多样性要高于美洲和大洋洲 人口多样性有助于创新的发展 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 而创新是经济最为强劲的驱动力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玄幻 但事实确实如此 数万年前的人类历史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地理 制度 历史文化和人口多样性 是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因素 不过呀 搞清楚问题的根源所在 定不是本书作者奥黛德盖勒的最终目的 他是想通过这些答案 尝试构建 实现人类文明 美好未来的途径 所以第三部分内容 我们就来说说 缩减贫富差距和对抗全球变暖的关键是什么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一些人认为缩减贫富差距的关键是华盛顿共识 那这是基于美国情况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主要包括贸易自由化 国有企业私有化 放松市场规制等 尽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上世纪90年代 费了很大力气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改革 却很少取得理想结果 比如1998年 拉丁美洲国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借贷 无法偿还 1989年 作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提出布雷迪计划 任意通过减免债务本息的方式 解决拉美各国的债务问题 但美国同时有个条件 就是拉美国家必须按照华盛顿共识 进行经济改革 结果 此举并没有给拉美经济带来起色 反而让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失业率 一直居高不下 而且货币贬值严重 这让拉美民众深感失望和愤怒 很多人一边骂美国 一边逃向美国 那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内容吗 决定各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因素 包括地理 制度 社会文化 与人口多样性 那其中之一有所不同 就不能指望着同样的政策 起到同样的效果 不过呀 根据第一部分的内容结论 进入工业化社会 定不是某种特例 而是在满足诸多条件后 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所以低收入地区 要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政策 比如本说作者奥黛德·盖勒就认为 假如最缺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 玻利维亚 能够提升其文化多样性 那么人均收入将有望提升5倍 但说到让更多国家实现工业化 可能你心底就会有一丝忧虑 因为在你的印象中 工业化与全球变暖应该是相悖的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事实恰恰相反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 伴随着快速的技术进步与收入增长 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人口 也迅速膨胀 可是到了19世纪下半年 该趋势发生一转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与生育率 急剧下跌 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 下跌了30%到50% 美国的下降势头 要比欧洲更为剧烈 那西方社会并不是特例 在进入20世纪后 世界其他地区也重复了上述过程 比如说日本、韩国党 那这种人口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呢 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首先 风银木物资和卫生医疗领域的进步 都保证了婴儿的存活率 其次 制造业、贸易与服务业的大量岗位 都需要有阅读和书写 或者是做基本数字运算等能力 那这激励了父母对子女的识字、算数 或是其他技能进行投资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 如果多生育 那必然会导致子女教育水平的下降 也就是说 在实现工业化后 人们对生育的关注点 会由数量转向了质量 所以 与生产率提升一样 人口转型也是突破 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之一 那别看人口规模会因工业化出现下降 但因为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 创新反倒会出现增长 但这是农业文明时代无法实现的事 人口下降必然会降低碳埋放 而创新呢 则能开发出更多绿色低碳的新科技 你看啊 实现工业化与对抗全球变暖并不相背 而是一体两面 所以呢 缩减贫富差距和对抗全球变暖的关键都在于 让欠发达地区找到自身的缺陷 制定适合自身的政策 突破各种先天障碍进入工业化 进而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那好 今天的解读啊 到这儿就接近尾声呢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所有看似随机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更为巨大的必然性的一部分 那不论是农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都必然在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发生 但对不同地区来说啊 工业革命的发生时间有先后之分 那其中的差别是由地理 制度 历史文化 与人口多样性来决定的 如果欠发达地区能发现自身的缺陷 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进行弥补 那对缩减全球贫富差距和对抗全球变暖都具有重要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地区